别人向你借钱,用这几种方式回应他,记不得罪人,甚至还感激你。 向别人借钱,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,我相信每一个借过钱的应该都有这种感受,听到别人借钱就心惊胆战的,别人还钱的时候就跟掰解了钱一样兴奋。 当他明明有钱却不还账时,心里就像一团乱麻,当鼓起勇气找他还钱却被人说小气时的尴尬和愤怒。 学会这几句话,让你记不得罪人还不用借钱,甚至还感激你,一、购买基金、股票或存死期,无法取出来。 当有朋友知道你有钱向你借钱,而你又不愿意借给他时,就说自己购买基金、股票或者银行存死期了,如果取出来损失非常大,这样一般别人就不会再向你借钱了。 但是,如果遇到脸皮厚的,那就提前损失由他负责。 二、家里还物归媳妇馆,打电话给媳妇,埋怨媳妇把钱都花了。 这个办法的关键在于媳妇的配合。 有人向你借钱,你就说全家的财务归媳妇负责,然后打电话给媳妇,然后演戏满月媳妇把钱都花光了,或者都给了丈母娘家里了,手头没钱,这样也就没办法再借钱了。 三、借中借,装母做样打电话帮他借钱,但都没有。 这个办法的关键是自己的手机里曾有几个不借钱的人,然后别人向你借钱时,真诚的打电话帮他借钱,然后没有借到钱。 这样借钱的人,不仅心里不会不舒服,甚至还感激你。 四、别人欠你钱,让他帮忙能不能讨回来。 做生意嘛,都是你欠我我欠你的,向他鼓诉自己外债一大堆,别人欠自己钱也是一大堆,手头根本没有现金,急得不得了,这样也就不好意思向你借钱了。 五、托自觉,手头暂时不宽裕,有钱了再借给他。 遇到后脸皮一定要向你借钱时,就说自己手头上的钱刚好够自己用,比如工程支付工资,店铺支付房租,生活开支等等,反正没有余钱借给他,更有钱了再说。 然后等他再问你的时候,你依旧这么回答,借钱要把握一个最重要的原则,救急不救求,尤其对于那种经常借钱不还的,要坚决捂好自己的钱包,要不然这些钱全部打水漂了。 你还有对付借钱的什么招数,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 我是阿琪,欢迎你关注,阿琪在职场,如果你觉得文章对你有用的话,请,收藏,分享,帮助其他需要的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